歡迎收看小明星 足跡碳排放 都是各國非常非常重視的趨勢 那我們台灣也為了實施 這個減速 從去年就推動 你只要用環保杯的話 可以折價五塊 現在台北市更進一步 包括飲料店便利商店等等 不可以用一次性的飲料杯 如果你沒有帶的話 怎麼辦 你必須來使用這樣的循環杯 可以供你來借用 為的都是愛地球 身為地球一分子的你 到底為我們這個地球 做了些什麼呢 來聽聽看 我們今天來賓的分享了 好 首先介紹是我們第一位 環保小千兵美女主播韓竹歡迎 嗨 大家好 我們最佳綠葉優小白歡迎 哈囉 大家好 甜美人妻靜香歡迎 大家好 我是靜香 零雜物裝修達人菲勒斯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勒斯 家事達人映如老師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映如 好 我想先問一下 現在的你平心而論 你覺得你就是地球的好朋友 幫我舉綠牌好不好 好 你說 我真的很對不起地球舉紅牌 請舉牌 好 就小白最誠實 你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好 韓竹 你是地球的好朋友 其實我剛開始跑新聞的時候 我有跑一陣子環保暑的新聞 所以你對於一些節能 跟那個珍惜資源的 你要是有去做專題 你就會特別有感 比方說像是紙類的話 我為了保育台灣的靈 那其實大家最常用 就一直不斷地伐木 就為了造紙 那我就不能夠接受 大家浪費衛生紙 像我在家裡 我的衛生紙是這樣子 假設我在梳妝台 我抽了一張面紙 只是為了擦眼屎 它只沾到了一點點 我會把它留下來 就這樣放在... 對 就這樣放在梳妝台上 等我下次要擦 另外一隻眼睛的眼屎 換什麼的時候再用 我要確定那四角都用得到 那會不會上面 已經有很多灰塵了 越擦臉越髒 可是因為其實 大概一兩天就會用掉 甚至有時候 你順手抽一張擦完眼屎之後 你下一次不小心再抽了一張 我就想 慘了 我就兩張都放在那邊 等到我下次再用 就是我對紙的那種恐慌焦慮 而且像我們不是常常影印嗎 我直接問一包衛生紙 可以用多久 我大概一包一百抽的 我可以用到兩個月 三個月 是嗎 好強喔 真的強 還有我更用心的是那個 上廁所也是用一半 上廁所真的只用一次 就要沖掉了 但是我更省的是 在那個A4影印紙 因為很多上班族 只要在公司影印的時候 就好像那個 這個紙是遠遠無限供應 對 公司有多恨就印多少張 對 或是什麼東西 都給它狂印一堆 但其實我們每次按到影印的時候 比方我們列印一個網頁 其實你真正需要的資訊 可能是那個網頁的中間而已 其實後面都是廣告 或是網友的留言 那怎麼辦都印出來 但是很多人一按 就是七張紙 就印出來是七張紙 因為後面大概有五張 都是網友留言 所以我就會直接 要提醒大家 有一個很不錯的選項 叫做友善列印 那時候影印的時候 按那個友善列印 它就會自動把那個 文字的部分留下來 就不會印一些廣告圖片 因為有時候那個圖片 一開始就 就直接占了半張 那如果我找不到 友善列印這個選項的話 怎麼辦呢 我還會多做一個步驟 我把文字全部複製下來 然後CopyPass到那個記事本上 直接印記事本 所以我每次印出來的文件 都只有一頁或兩頁而已 我覺得就是從這些地方 開始去落實 像我自己還有一個怪癖 就是我很不喜歡網購 我除非真的不行了 我才會網購 因為我看那些電商網購都是 比方我買一個牙刷 買一個洗面乳 再買一個什麼 然後我們買了三樣東西 可它會從 寄了三個紙盒來 對 包裝超大的 我看到紙盒 我也會很焦慮 我覺得拆紙盒那些 有些女生拆紙盒 就覺得有興奮的感覺 開心的感覺 我看到很多紙盒 我會覺得很生氣 對 所以我除非真的受不了 不然我不會網購 我覺得像 很多現場帶環保 帶現場去買 要不要包裝不用 對 一支眼線筆 或是一個牙刷 我就自己去買就好了 這樣講也是有道理 所以像疫情的時候 前陣子這兩年 大家不是都不能出門逛街 所以讓網購很發達 導致紙商 你知道有做紙商的那些公司 賺錢 全部股票 都好幾根掌停擺 這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想 不行 我們要把它拉回正軌 OK 好 樹木都在哭泣 對 好 靜香念 也是環保小煎冰 對啊 那像講到衛生紙 我的衛生紙 真的是我們家會去區分 大的衛生紙跟小號的衛生紙 像這種一般的這種尺寸 我稱為大號的衛生紙 在廁所的話 我就會用這種 一般的大號尺寸 因為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比較需要用到大張的 那如果是在客廳 或者是餐桌 我就是規定一定要用一半 它的一半的那種小尺寸 對 水手包那種小尺寸的 我家的小孩我都會規定他 你要抽衛生紙可以 可是你那一張衛生紙擦嘴巴 你就是擦完之後 對折 再擦 再對折 還可以繼續擦 擦完之後還要擦桌子 對 不要讓被 那個滴出來的油 可以用那個衛生紙 去把它擦乾淨 或者是醒鼻涕的話 你一定是這一面醒完之後 再對折 再醒一次 再對折 除非是你鼻涕真的太多 太濃稠了 才可以把它丟掉 這一定要丟掉了 這一定要丟了 對 所以像是衛生紙 我不只有在衛生紙做環保 像是比如說我們出去吃東西 買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用免洗餐塊 或者是我不會用塑膠袋 我會自己帶環保袋去 然後像我們出去吃東西 比如說吃那種盒菜 不是會打包東西嗎 或者是我們在教會 都會大家一起吃東西 有時候剩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打包 那大家打包是不是都用塑膠袋 可是塑膠袋就不環保了 我一定會自己準備這種 環保餐袋 又很漂亮 它這種環保餐袋 你拎著走 你都不會覺得很尷尬 人家也不會看得出 你裡面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美觀又使用又是環保 對 然後它裡面的袋子 它是耐熱的 然後又可以重複使用 你回家之後 把它倒在自己的鍋子裡面 然後把它洗一洗 晾乾 它又可以再重複使用 一點都不會很浪費 好 這也是減少塑膠袋 OK 好 小白 小白同學 你聽了這麼多之後 我覺得我聽完之後 我可能沒辦法跟媽當朋友 因為我就是有嚴重的潔癖 跟強迫症 所以我用衛生紙的量非常大 像我去吃東西的時候 我吃一口我就會擦一次 吃一口我就會擦一次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你看你衛生紙這樣 手摸到 然後你嘴巴擦了之後 背面已經髒了 你再擦嘴巴就髒掉了 因為覺得手很髒 那你可以就是捏旁邊這樣擦 那你還要再吃下一口 你為什麼每一口都擦一次呢 因為就是可能 吃完再擦嗎 嘴巴比較大 就是容易流下 我就會想看一下 另外還有就是 我覺得衛生紙 我是不能或缺 因為像我出去飯店住以前 我可能一次出去 兩天一夜我就帶五包衛生紙 太誇張了 那種抽取一次那五包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飯店很髒 像那個枕頭上我就 一開始我就撲... 可能只有鋪一層而已 所以完之後 那個衛生紙就跑掉了 所以我發現要鋪厚一點 所以我就可能會鋪到半包 或一包的衛生紙 把它鋪到很厚 那你下次可不可以 就是自己帶床單跟被子去就好了 有 我跟你講我話也要改 就是因為我把那個白T 或是T恤用不到的 已經要淘汰 我把它留下來 然後想要帶去半點 你自己帶床套也可以 可是會帶很大包 衣服什麼就一大...各種 衛生紙五包空間也不小啊 也是啦 但是就比較方便 然後他剛剛講到的那些塑膠盤 然後筷子那些 我都有用 因為我真的... 因為像我們去餐廳看到那個筷子 別人都是用拿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上一個 或是之前客人有沒有摸到 所以我其實都不太敢用 所以我的後車廂就放滿了 竹筷子 叉子 盤子 碗 各種東西我都用 那你就不要拿 你就自己帶環保筷就好啦 可是因為還要洗 我就覺得會很麻煩 但我現在已經有改很多了 因為我之前工作的主管很兇 然後看到 因為他也是很環保的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改 你現在可以用 比如說現在你帶筷子碗什麼 你又選一個 不要用 比如說我第一個禮拜 就選筷子不要用 然後慢慢改... 他說如果我沒有做到 他就把飯了掉 所以我快就慢慢地改... 然後改到現在其實都可以用 那個... 重複性的 對 店家廚 這個提供的使用了 OK 聽說你開水龍頭也會怕 對 因為像飯店的水龍頭 一開始用衛生紙 然後衛生紙 因為你可能鋪個五張 他容易就濕掉 後來就想到 誰會鋪衛生紙再擦水龍頭 他也會濕掉啦 中一夜六百元的賓館那種 你買個刷子 就刷不就好了 不是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你摸到 我就會覺得它很髒 所以我會鋪衛生紙 他會鋪衛生紙 你一濕之後 它就會破掉 你就要再重新鋪 就會很麻煩 所以後來就想到 塑膠袋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每次我一進飯店 我就那個水龍頭一套 然後那個什麼 雷風頭一套 就摸到一方都套 然後包括那個 鏡子下面的一個平台 我鋪一個塑膠套 然後就開始擺我自己的東西 這樣 好累喔 對 我每次做飯店最累 就是一開始進去要做這個工作 問一下這個逸如 像他這種其實有點潔癖 強迫症的人 他這怎麼辦 有救嗎 但是我必須非跟幫小白 來平反一點點 因為我曾經發生過一件 真的跟飯店有關的產事 所以我們全家去那個英國玩 住倫敦 然後在那個我姐姐小朋友 最睡沙發床 小時候小朋友 就沙發床OK size 就一睡完 兩個小朋友全身都長疹子 對不對 真的 然後那個旅程 看了三次醫生 還看了一次急診 所以後來我們出國會比較小心 那如果真的像剛才說怕枕頭那些 我就會自己帶毛巾鋪一下 因為自己可以水洗 那如果天數比較長 比如說同一個旅館會住很多天 我有時候真的還是會有像這樣的東西 應該小白會喜歡的東西 就那種拋棄式的這個是床單 然後這個是枕頭套 當然我不會每天拋棄 所以如果說一個禮拜五天 其實我就會套 然後五天過後就把它丟 或者他其實他雖然說拋棄 但你水洗個一次 或者兩次其實都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萬一真的有需要 我覺得會相對於衛生紙 其實我覺得這是比較好一點點的選擇 那其實環保餐具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選擇 像我自己也會買 我有那個超小的那個燜燒鍋 然後外面有個提鍋的 而且我發現用那個燜燒鍋 或者是這種自己帶餐具有一個好處 就老闆都會多給我們一些 因為我算過如果你去買一碗湯 倒進去大概是一半 那通常如果你拿這個去買小碗的湯 然後他會給你到大概三分之二 就可能帶一點的果汁 對 其實無意 然後同樣的就拿杯子去裝 老闆都會多裝一些 其實又環保 還可以達到一個省錢的效果 這一招不錯 學起來 那你想要節電省水 又該怎麼做呢 馬上回來 好 那麼兩個人想法不一樣 該怎麼辦呢 像靜翔 妳說妳是一個很省電的人 對 但是道遠是一個浪費大戶 沒錯 因為道遠非常大隻 所以他非常的怕熱 所以他在夏天的時候 無時無刻都一定要開冷氣 他沒有待在冷氣房 他受不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個電費帳單的時候 我都 我真的都快吐血了 所以我就是聽人家講說什麼 如果你把空間用冷氣把它吹涼之後 你把冷氣轉成除濕 你可以省電 然後你的空間溫度又會更低一點 因為你開成除濕的話 你的空間濕度 因為你是用成除濕的效果 所以除濕的話 就會讓你的空間濕度下降 那你的體感溫度就會再降低幾度 所以我都會跟他講說 那我們把它轉成除濕 這樣就會比較省電一點 然後他就會乖乖的聽我的話 就把它轉成除濕 可是我常常就會很受不了他 因為夏天開冷氣就算了 對 冬天他又穿的特別少 他都穿一件背心 吊嘎 然後加四腳褲 在那裡走來走去 然後就跟我說 老婆好冷喔 好冷喔 我們來開暖氣好不好 我就說你穿這麼少 然後你又要開暖氣 這樣不是很浪費電嗎 你可不可以就是加個外套加個衣服 然後我甚至會跟他講說 來我幫你把那個被窩裡面 用吹風機吹暖了 然後你趕快鑽進去 這樣子就會很舒服 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覺 不然他就會蓋著被子 然後一直在那裡抖 老婆好冷喔 我們來開暖氣好不好 而且我發現真的用吹風機 吹那個被子裡面 這一招真的非常的有效果 真的可以就是讓你的身體 非常的暖 然後你就可以很舒服的睡覺 而且還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就是大家可以買那種 一級能源的省電的家電 像我就是很堅持 一定要買瓦斯型的烘衣機 因為有一些烘衣機是吃電的 但吃電的又浪費電 然後有些人都會說 烘衣服烘不乾 那我就是專門買瓦斯型的烘衣機 它很省電 然後重點是它不是吃電 它是吃瓦斯的 你滾一桶 烘一桶衣服完 那個瓦斯的度數跑超級慢的 像我在烘衣服的時候 我去看 我專門去看那個 我就站在那個瓦斯度數前面去看 那個比如說跑到5 它就5 然後一直不會往上升 你大概烘完一桶 大概只跑到6而已 然後到遠去洗熱水澡的時候 我就又跑去看那個瓦斯的度數 那個瓦斯度數它在洗澡的時候 都是五 六 七 八 九 這樣跳耶 所以用那個瓦斯型的烘衣機 真的是非常的省電又省瓦斯 OK 好 所以瓦斯型的這個家電 也是一個省電選擇 韓竹你家的電費 夏天三位數 你有住在家裡嗎 我最高紀錄呢 我曾經夏天 兩個月的電費才五百多塊 導致呢 現在不是都會有節電獎勵嗎 我有一次真的太熱 不小心有時候多開電冷氣 到八百多塊 然後我還想說 蛤 覺得好慚愧 因為我五百多塊 我已經沒有辦法 讓下一集的電費更省了 就是 但是我其實一些重點 我自己覺得啦 可能有效的地方是在於 首先我冷氣也不可能開過夜 我一定是開了冷氣 讓室內空間變涼了之後 再用循環扇去吹 然後你用了循環扇之後 整個室內的那個冷空氣 就會一直循環 就跟開冷氣的效果 沒什麼兩樣 所以我覺得這招 一定要學起來 另外還有就是 我自己只要出門啊 我除了冰箱的電 插座我不會拔掉之外 其他的電器的插座 我都會拔掉 特別是要出遠門四五天以上 那最明顯的 就是在那個熱水器 家裡大家不是都會有那個 一壓熱水就會出來 熱水器嗎 我只要喝完熱水 用管我要的熱水 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把插座拔掉 讓它變成冷的 等我下次 要再喝熱水的時候 我重新加熱 因為你想想看喔 我們一天 一兩天才會喝一次熱水 比方說要泡咖啡 或是泡什麼茶之類的 但是你如果一直讓它 在那個加熱保溫的狀態 它的電就一直耗 一直耗 所以我寧可 我用完一次熱水之後 我把它變成冷的 我下次要喝的時候 其實一下子 大概不到三分鐘 熱水器就讓你加熱 就要熱好了 等要喝熱水的時候再加熱 這是我的一些小撇步 OK 其實一些小小的地方 就省很多耶 對啊 五百多塊 省電聽說小白這一塊 你可以參與了 我有一個東西叫沒有暖爐 因為現在很冷 沒有暖爐 對 還是沒有燒到暖爐 這幾年好流行喔 對 然後它 因為我們之前 我是擦那種擦電的暖爐 可是它可能就沒有辦法 讓你整間房間都很暖 可是我用沒有暖爐之後 它可以讓你整個房間都很暖 因為它上面還可以讓你煮火鍋 或是煮開水 然後你可以烤地瓜 你隔天起來之後 就可以吃地瓜 就有個早餐 然後因為像 吹暖氣還可以烤地瓜 對 當然有一個缺點是 它又沒有那個燒的 它很臭 會 小臭 會很臭 是很貴 對 那一台機器很貴 它看我們就是油價 看多少 然後它就每次不一樣 像去年買可能九百多 然後今年買一罐一樣一千多塊 對 然後你一個冬天 可能就燒個四罐五罐左右 這是我覺得可以 有點小節省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剛剛講 像我一個人住 然後家裡沒有人 所以我回家覺得 會很無聊會有點可怕 所以我回家就是會把電視打開 一直 就沒在看 就一直有人在講話就對了 然後睡覺也打開著 然後到隔天出門之後 再把它關掉 冷氣我會開很冷 然後蓋很後的被子 你有沒有看什麼東西嗎 我跟你們留言 你明明已經冷 你還開那麼冷幹嘛 就會覺得很舒服 對啊 冰冰的感覺 對 就蓋 所以開很冷 然後蓋後面 就超舒服的 OK 好 今天都是你自己講 我們沒有強迫 映如他有一些 我們剛剛討論這些節電的方式 你覺得如何 你自己的小配方 我其實覺得剛才那個說到冷氣 寒足有一個很不錯的 就是循環上這件事情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直接 冷氣出風口在這 你直接對著它吹 它可以把我們的冷氣打散 所以我們會比較快的 覺得整間房間都是冷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像剛才說的 那個電熱水瓶 其實像寒足如果使用的 很少的話 其實確實就把它拔掉 但有些人家是 可能一下要泡牛腩 要泡茶 倒是有一招不錯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有點像是電腦一樣 它可以休眠 它有那個睡眠裝置 或者就是暫時關機的裝置 幾乎現在 尤其日系品牌的都有 還可以選要幾個小時 比如說我今天上班 是七個小時 我出門就按七小時 七個小時 它就不會持續加熱 它就暫時休息 七個小時後 再繼續熱到 你要的那個溫度 所以那個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不然其實電熱水瓶 看起來小小一個 它其實是家裡的吃電的前三名 以它的體積 跟它的使用來講 它其實非常好 吃電小怪獸 對 吃電小怪獸 因為它等於是一直一直在加熱 它才能夠維持在九十八 這樣的一個高溫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多利用 這個功能性 其實就讓它暫時的休 或者你要離開兩三小時 甚至也可以按個三小時 讓它暫時就不要再加熱 其實都可以從這些小地方著手 好 靜香問一下 你這個省電很棒 但是對水 你覺得滿難的 省水很難嗎 對水真的對我好難 因為我非常重視碗盤 跟杯子的清潔 因為我曾經有過那個水壺 我沒有把它泡泡沖乾淨 結果我就去裝水喝 結果那一天非常的不舒服 很像那種 那個什麼清潔劑中毒的感覺 我就是把那些泡泡吃進去 我就是胃很不舒服 然後頭暈想吐的那種感覺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真的有嚇到 所以我每次在清潔碗盤 跟杯子的時候 我一定要洗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我才願意放過那個碗盤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你等於水就是要一直漏 一直漏 像道元洗碗 他都會很願意幫我洗碗 就是幸好男人 可是他洗碗的速度都快到 讓我覺得說你到底有洗乾淨 所以他每次洗碗 我會再去摸一次 我只要覺得有有的 沒有洗乾淨 我會再重複洗一次 所以等於他洗一次 我又要再洗一次 那個水量就是雙倍的用量 那像我自己洗碗 他沒有洗過 我自己洗的話 我也一定要洗到那個 咯滋咯滋的那個聲音 我才甘願放過那個碗盤 所以通常他洗十分鐘 我大概要洗二十分鐘 然後那個水量就是一直漏 因為你在洗碗的時候 你不可能就在那裡 開開關關 這個聽起來好像 真的很難避免 那我們再來聽一下小白 你怎麼浪費水的 我浪費水是那時候 我剛潔癖剛開始的時候 比較嚴重 因為那時候我嚴重潔癖 所以我可能我洗澡 可能一整天要洗四到五個小時 都在用水 因為我 等一下 洗四到五個小時 一天也才二十小時 你是在拍墨浴乳廣告嗎 因為我就可能洗完一次之後 我就出去之後 我被可能被風吹到 因為我家 走到 進去是有一段小路 然後我就可能被風吹 你家是怎樣 三百坪喔 然後我可能被風吹到 我就想說 完了 髒掉 我就再進去再洗一次 然後可能出來 然後那種有水滴 那種水滴到我 我就又髒掉 我就再進去洗一次 一直來回 其實這樣也很累 所以我聽了都很累了 所以我那時候滿浪費水 我覺得這樣滿浪費 因為 可是我後來就去看醫生 慢慢看 然後就把它自己養好 這真的是強迫症 是強迫症 但我現在有一些 省水的方法 就是我會把 就是我們不是開水洗澡的時候 會有一些冷水嗎 對 那個我就把它除水除下來 然後拿去澆花 然後還有除濕 我聽了很感動耶 整集落到現在 終於注意了 還有除濕的水 我會把它倒起來 然後拿去澆花 然後你剛剛的碗盤 我有方法 因為我們用那個清潔劑 你會覺得怕沖不乾淨 有一種東西叫 怎麼擦粉的 擦粉 對 擦子粉 你那個沒沖乾淨 你吃掉也沒有關係 怎麼會乾淨 吃掉也沒關係 所以不會不舒服 所以洗碗筋是 它是天然的 對 所以那個 而且洗得超乾淨 介紹給你 我來研究一下 好 OK 好 那洗衣服呢 洗衣服的話 就是必須要分開洗 就上衣 上衣服的部分是洗一次 然後褲子的部分是洗一次 然後襪子也是洗一次 然後貼的衣服 對 要分開 然後貼生衣 我就用手洗 但我會兩天洗一次 就是洗衣兩天之後 再洗一次這樣子 OK 好 洗衣服要省水 有辦法嗎 其實洗衣服 要省水相對比較難 因為其實洗衣機的東西 它不耗電 它是耗水 但是大家其實現在可以用一個 就是盡量把衣服累積到 大概六七分滿 再一起洗 因為它一次用的電 不會差太多 但是水量其實一次多 那個衣服量多少 其實水其實用不... 差異不會到那麼大 所以寧願多累積一點點再洗 其實相對的會比較省水 OK 好 還有接下來要告訴你 不要再亂丟東西了 每個物品都有靈魂 馬上再回來 好 我們今天總統馬英九 也是超級省的 他省到泳庫都可以拿去補 但是我們今天現場 有位可以跟馬總統PK一下 劉涵竹小姐 一件內衣褲可以長二十年 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來 我之前分享這個故事的時候 大家還以為我在做效果 我要跟大家講 是真的 而且不只 我其實有做紀錄 因為我之前 我是一個很習慕的人 我覺得任何一個東西 只要是我買回來 二十年 五歲的怎麼穿 對啊 對 不會破掉嗎 姐 你很會說話 我其實記得 那是我大學打工的時候 第一次賺到的錢 然後去幫自己買了一些 什麼衣服 內褲什麼...的 所以我一直很清楚 記得那一條內褲 然後那件內褲 我就想說它是我第一次 用自己打工的錢買的 我想要穿著它 看看它能不能陪到我 走到最後 然後 所以它那現在 它只要還沒有變破 或是沒有變黃 我都願意留著它 但是我洗衣服 我是有那天生內衣物 我是可能會用熱水 或是比較冷洗精 或是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去洗的 就因為那件還沒有鬆 還沒有破 所以我想我看它能撐多久 所以我自己還有排序 除了二十年之外 我還有十九 十八年的 好 那是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的 它還在 都還在... 而且我看到它特別有感情 而且我真的覺得 那我可能晚上會跳舞 可以爬進去 沒錯 因為呢 我想說看那個小小百科 小百科不是都會喜歡 把你身邊的器官 或什麼物體 然後都喜歡畫一個小人嗎 就很像玩具腫動的一樣 所以我就根深蒂固有的觀念 我覺得所有的物體 它其實都有一個靈魂 就是我要跟著韓族 我要服侍它 所以它的名字是什麼 這東西太多了 雖然無法記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把我自己買過的東西 然後隨意丟掉 但是我知道很多女生 都會要丟衣服 就穿過幾次不喜歡 妳這樣飛得是一定受不了 對... 所以呢 我那些衣物 我除非黃 破 松 我才會丟 也有人說 那你就拿去送人 或捐出去就好啦 可是我希望它能夠用到 它最高的產值 我甚至賠本 我都要用賣的 因為像天母 不是會有一些 二手衣物事蹟嗎 我家離天母很遠 我光是坐計程車過去 就要五百 回來就五百 但是我可能一件衣服賣一百 然後我去那邊只賣 賣了八件 所以我其實是賣 就我直接賣了八百塊 但是我光是車程 我就花了一千 而且我可能 花了... 因為天母是... 對耶 坐捷運再講公車 你也沒捷運到 我天母達人 對 這樣子我是真的 花上一整天 因為時間也是金錢 反正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衣物這類東西 你就是好好的愛惜 好好保存 然後我希望可以看到 它有下一個主人 我不會盲目地把它丟掉 它真的看到衣服的靈魂 沒有把它當作一些什麼 好彩品 這件是小子 這件是小白 這件是小白 這樣子 絕對不丟掉 就算要離開你 要活得有價值 對啊... 好 靜香 妳是加入二手衣物的社團 對 因為我真的很鼓勵 大家一定要加入一些 二手的社團 或者是去參加一些 二手的拍賣會 我也會去參加二手拍賣會 像我身上這件衣服 就是二手拍賣會來的 這才花一百塊 一百塊而已 對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 一些品牌 那我都會加入這些品牌的二手 二手的社團 然後大家都會把 比如說穿過的衣服 或者是他們買回家了 他們覺得穿起來 不是我喜歡的 他們就會在網路上 那個社團上面 把它PO上去 然後如果你覺得價錢合理 然後尺寸又是你的尺寸 你就可以買回來 那因為我們常常上通告 我們會需要很多很多的衣服 那一些衣服也不能穿太多次 所以我就會把衣服保留好好的 然後洗乾淨之後 我再把它放上去這個網站上面 用比較低一點的價錢賣給大家 就是讓那件衣服 不要直接就是丟掉了 我可以讓它找到下一個主人 然後像我會去參加二手的那些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特賣會 品牌特賣會有一些衣服是全新的 我曾經有過一次 是買了一件羽絨外套 很好看 很好看的一個長版外套 它的原價是一萬五 我花兩千塊買單 全新的喔 然後我穿出去大家都說 你這件外套怎麼這麼好看 就是十個大概有九點五個人 都說很好看 太值了 對啊 所以像是我就是常常會 就是把衣服這樣子買賣 然後像小朋友的衣服 我也很推薦用N點牌的方式 因為小朋友在長大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有可能你今年買的衣服 明年就穿不下了 所以我們都會跟一些媽媽朋友們 就是用交換衣服的方式 就是他的小孩可能比我的小孩大 他的小孩穿不下衣服 他就會給我 然後我的小孩穿一年之後 穿不下了 我就把穿不下的衣服 再給其他的媽媽 就用N點牌的方式 這樣子交換來交換去 創造更多價值 對 聽說你很厲害是廢物利用 對 因為像我兒子這個階段 他非常喜歡機器人 然後像在去年的聖誕節 他就想要 他就跟我說媽媽 我想要裝扮成機器人 我說機器人要上哪裡去買 那一整套機器人的衣服 然後要買的話也很浪費錢 因為他可能今年喜歡這機器人 他明年就不喜歡了 所以可能這個機器人的衣服 可能只能穿一次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這樣好了 我們家剛好很多紙盒紙箱 我就用紙箱上網去找這個方式 然後做成一個機器人的造型 很有彩耶 很有彩耶 然後做完之後我就想說 沒關係 如果你今年穿完 明年不喜歡了 我就可以把它支援回收 因為這都是紙盒紙箱做的 完全不會浪費 也沒花到什麼錢 對 也沒花到什麼錢 好 救物循環再利用 有什麼方法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多時間是 吃方面其實會浪費掉 像食材類的 所以我其實都很鼓勵大家 就是不要有聖食 那另外就是 我都會把食材再利用 像是這一個 其實是像鳳梨果汁 但是它是完全不用花錢的 我是用什麼做的呢 我給大家看 它就是用鳳梨的皮 跟鳳梨的芯 然後因為就刷很乾淨以後 然後用水去煮 所以就變成 我們現在有些人都會買那個水 裡面有加調味的香味 鳳梨水 對 鳳梨水 因為它不會就不會有那麼大負擔 也沒有任何添加物 然後夏天喝非常的好喝 而且煮久一點 那個鳳梨味真的很重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不用加什麼東西 什麼都不用 就是慢慢的煮 然後其實就變成一個 有鳳梨香味的 那個飲用水的那種調味水 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像我還會把 像我們有時候買白蘿蔔 然後它上面不是都還會 葉子都還在 然後那個綠色的梗都還在 我就把那個綠色梗等於洗乾淨 切細細的以後 淹過以後 然後跟辣椒跟絞肉炒 就是雪梨紅 然後因為它量少少 因為它只有一截嘛 那那個量很少 其實就很適合小朋友帶便當時 在旁邊的配菜 然後又有一點調味 然後又脆脆的 其實是很瞎飯 然後另外像我還會做的就是把 像我們有時候不是 新聞常常會說什麼 颱風來沖便很貴啊 媽媽都捨不得買 所以我都會把蔥白這一截留下來以後 只要泡水 什麼都不用用 就只要有水 它就可以長整個 這就是重新長過 它可以長那麼高 然後你可以把它剪掉 它又會再重新長 但是記得水要 就這裡不用買蔥了 不用買蔥 所以剪就剪綠色的就好 對 然後其實這裡 其實保持乾燥 就是根有碰到水就好 因為這裡碰到水容易爛 所以每天換新的水 讓它有吸水 它就可以長 那需要曬太陽嗎 如果曬到太陽的話會比較綠 然後說在蔥味會比較明顯比較香 然後如果沒有曬太陽 其實還是比如說 只是拿來裝飾灑是OK 但是蔥的香氣就沒那麼重 OK 所以都是一些很簡單 然後不用特別花錢 然後就是剩食的利用這樣子 永續蔥耶 今天學長 環保行為 你說可以大聲大方地做 對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理念 很值得倡導 所以我有時候就會比較 臉皮厚一點 像有一次我去買那個餅乾禮盒送我朋友 然後他是自己挑你要幾個餅乾 然後他有盒子幫你裝 然後但是他的盒子是要錢的 是兩百塊 就是他的盒子 因為是比較厚的硬盒 對 所以他說要兩百塊 然後我就拿去朋友家 然後那天很受歡迎 餅乾全就吃完了 然後吃完以後我就跟他說 他說你那個盒子應該也不需要了吧 他說不用啊 他說你不用 我代就回收 然後我就說 沒有 你可不可以還我 我說因為這個盒子要兩百 然後我就說 你還我下次還會再買餅乾來你家 結果我就真的把盒子收起來了 然後我下次真的又拿那個盒子 去那家店 我就跟老闆說我有盒子 我只要買餅乾 這次不用再買禮盒了 然後那個盒子 我就這樣子用 用了大概有三次到四次 因為其實大家都當場吃完 我覺得這個是 賺了快一千塊 對啊 真的是賺了快一千 而且對朋友來說 他們都覺得OK 而且說實在留在那 人家也是回收掉 所以大家聽到 其實都不會有覺得說 你好奇怪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 慢慢可以建立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或者宣導這樣的一個精神 對 沒有不好意思 重點是吃這個裡面的 食物嘛 內容最重要嘛 盒子有人幫你帶走也很好啊 好 我們聊到很多是 這個救護循環在利用 但菲律斯很厲害是說 其實一開始就精準購買 對 我覺得就是不要 避免過度消費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個環保的行為 像我深受我媽影響 因為我媽就是那種很好 其實她買東西就都包色 然後所以我們家裡 有很多那種 吊牌都還在的衣服 或是全新未拆的 各種鍋碗瓢粉 比如那鍋子 你知道我們很多人都選擇障礙 不知道要買哪一個 就通通買 問題是她過世之後 那些東西全部就變成 一整座的遺物傘 然後我就先搬回家裡 慢慢地整理 所以我在整理她遺物的過程當中 就逐漸意識到說 過度消費這件事情的可怕之處 因為你不只自己管理能力 就是失靈 同時你會遺骸到後代 必須一直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花了四年多 將近五年的時間 不只把她的遺物處理完 我也把自己的雜物也歸零了 所以我從此就變成一個零雜物的人 這樣子 對 那怎麼樣落實精準購買的原則 就是其實你在清除雜物 不斷取捨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你真正需要 你真的會想要留下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會養成你日後精準購買的能力 比方說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我買了最後還是會變成垃圾 被我丟掉的 你就會漸漸只買你真正需要的東西 OK 然後像其實因為據統計 我們的消費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都是在衝動之下購買的 對 中年性最明顯 對 站進去跟出來的都不一樣 原來那個是缺貨 就可以帶一大槍再出來 那尤其是現在快時尚很流行 如果我們常常買那些 比如說出這爛照 又不能長期耐用的東西 就常常會造成經常性的丟棄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反正我衣服買多了 我就丟到就醫回修箱就沒事了 但殊不知其實據現在的統計 進到就醫回修商的衣服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衣服 會變成二手衣再被轉售 大部分到達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 都是會變成垃圾 然後進到焚化爐或掩埋廠廠的 對 所以其實與其你買了之後 覺得自己很環保 這把能力就順利回收 你不如一開始就精準的購買 買你需要的就好了 OK 好 例如買衣服有什麼原則 剛剛講到買衣服 買衣服的原則 其實買衣服大部分 我們會講的都是TPO 比如說你要有時間 你要有這個時間穿 要有這個場地去穿 要有這個場地去穿 如果你買都是買爽 你根本沒有考慮到 你在什麼樣的時間地點場合穿 你就買回家 自然它就會被打入冷供 像統計也說 像我們比如說生產一件牛仔褲 它會耗掉一萬公升的水 那假設你有很多的衣服 比方說很多牛仔褲 就你那件衣服只穿了一兩次 你就擱在那 那就形成一種資源上的浪費 然後最後它還是被你拿去回收 那既然如此 我們在買的時候 就要考慮清楚 到底是會不會穿到 是不是真正的需要 才把它購入這樣子 想清楚TPO 那買食材呢 買食材我自己就是 真的很斟酌 因為我是寧可餓到 也不想浪費食材的人 等一下 寧可餓到也不要浪費 因為很多人是怕餓到 他就買很多 你剛剛是怕碗蛋前沒東西 你整個剛好相反 可是其實買太多就會變成 我根本 可能根本沒有考慮到 自己有沒有時間煮 或者是冰箱 是不是真的能夠在 可以打開冰箱都空得很空虛 對 現在真的很流行 什麼沉浸式的冰箱的時候 那就買滿滿滿的漂亮 但是我是寧可是空著 然後不要讓我把食材 放到爛掉 放到過期浪費的人 所以我都只買我兩三天內 會吃完的食物 那同樣是根據聯合國 農糧組織的統計 他們統計就是說 世界上有百分之 應該說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是在被生產之後 就直接浪費掉的 比如說他可能賣相不佳 或者是被人家放到過期 然後就丟掉之類的 然後光是這個食材的浪費 就是盛食的問題 它還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光是要把這些盛食 把它處理掉 你就要耗掉 大概四十四億噸的碳排放量 對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 污染 所以我們可以從清冰箱開始 對 從清冰箱開始 因為我的整理課的學生 就常常在 比如說清冰箱 跟食物儲藏櫃的這個任務裡面 他們就會清出很多什麼 十幾年的醬料 十幾年 對 真的都差不多十幾年 甚至有二十年的 水餃醬料都有 或者是很多那種 你根本不知道擺了多久的 什麼中藥材 乾貨 老實說你冰著 你都不知道它多久 你也不敢吃 但你就捨不得丟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把冰箱塞得太滿 你光是在找的過程 那個冰箱門一直敞開 你也是在耗電 對 OK 所以你剛剛講是買三天之內 會用到的東西 我自己都買兩三天內 直接會吃完的東西 好 我們來要教你 天然的環保清潔劑怎麼做 DIY 快過年 Shay 現在忙著要大掃除 我們要告訴妳 就算大掃除也可以愛地球 義務卿要教我們 怎麼樣來做馬桶的清潔炸彈 對 其實我叫它馬桶炸彈 其實簡單 我們先稍微講一下 它做出來會像是這樣一顆 這樣一顆 我搞不清楚 我會以為這是來泡澡的 它真的是泡澡錠 是一樣的成分 一樣的成分 是一樣的成分 這可以泡馬桶 也可以泡玉冠 其實如果我們太相同的是 比如說如果我們市售泡澡錠 它就可能精油會多加一些 有些更美麗 就加花瓣 那個乾燥的花瓣 但它其實主要的原物料是一樣的 是真的一樣的 放在馬桶 我們泡澡 其實是一樣的 我現在有點難接受 它其實就造得很像 某一個牌子的那一個嗎 對 體理高飄浪一點 我就覺得很像 對啊 其實就是 然後我們要用的東西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小蘇打跟檸檬酸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買無水檸檬酸 它其實就是可以放比較久 因為它如果含水量高 它就會慢慢地就會分解 那如果沒有 就一般的檸檬酸也可以 那這兩個其實就是化工行 一定買得到 那其實現在很多大賣場也有 都是有 然後很簡單 就是比例就是五比二 那做出來 也不要做那種超大一顆 因為我們要丟到馬桶 就是馬桶那個直接水裡面 不是丟到那個水箱 所以就是大概 我們現在像握拳頭 再更小一點就可以 然後就抓個五比二就可以了 對 然後平磁就好 平磁 OK 好 所以這個量是做一顆的 對 那你要做很多小顆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不一定要做一大顆 你也可以做很多小小的 然後一次丟個兩三顆 但是就是五比二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就這樣子以後 把它們混合 對 就是它們的 它的基本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現在看有顏色 其實只是美觀性 跟清潔力是沒有關聯的 最最最最簡單 其實這樣子混合以後 把它捏一捏 然後它明天 它明天就固定成球狀 其實就可以用 明天就變球狀 對 那如果為了美觀 我們今天就加一點點的 那個顏色在裡面 這個是什麼 它其實是人家在做 點心的那個色素 點心色素 然後或者 是用色素那種 對 實用色素 我是用實用的 但有些人也會買那種 化工行的那種色素 但我覺得實用的 我覺得相對是安全性 就這樣捏一捏 對 先捏一捏 那這樣是把它捏成一個球嗎 對 它其實 現在看起來是粉狀 然後我們把它捏了以後 讓它稍微綁起來 它明天就會變成 很硬的一顆球 我待會兒 先把它捏出要的顏色 因為越捏那個顏色 就會越平均 OK 這個可以自己選七彩的 對 你可以做 你喜歡的任何顏色都可以 多做幾顆嗎 麻棚丟丟 浴缸丟丟 對 真的都可以 然後甚至你喜歡 也可以加一點精油 還加精油 對 其實精油的目的 只是在丟了以後 味道更好 但是跟清潔力說實在 除非你用的是什麼茶樹 油加利那種有殺菌的 不然就是味道 就是聞起來像 其實這個都多的 就是這兩盆就可以了 對 然後原因就是 小蘇打它可以除垢 然後檸檬酸是除水垢 然後這是除那種髒污的 什麼油垢這一些 所以兩個都是有清潔力的東西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 產生效果 那大家其實做完以後啊 也不用把它從塑膠袋拿起來 就這樣子 就把它綁著一個球 綁起來就變成一顆球 那用橡皮筋或者 你覺得更簡單一點 就是拿那個食物封口夾 把它夾住 對 老師那這個色素會沉澱到 馬桶然後洗不掉嗎 其實不會 因為它其實就是 到時候我們是丟到那個 就直接上廁所那邊丟進去 然後泡個大概就是十五分鐘左右 或拉長大概三十分鐘 泡完以後就把它沖水 它其實就沖掉 因為我們用的量其實是很少 而且我是用那個水溶性的色素 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整個馬桶就會非常乾淨 就很乾淨 對 哇塞 好實用啊 對 還可以倒澡 還可以倒澡 其實我覺得建議大家 因為它其實畢竟是天然的東西 它都相對溫和 它不是那種超強力清潔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大概每兩三天 你就隨手可以丟一顆進去 對 一次做個二十顆有沒有 對 其實做起來以後 它是很耐放的 所以可以放很久 基本上放完一天就對了 對 一天以後 它就很明顯 變成一個硬硬硬的 這樣一球 那就可以 但是就這樣放著 要用時代拆開就好 OK 而且這很環保 每次買那些什麼清潔用品 也是一大堆塑膠什麼的 包裝的盒子 然後而且它的成分 我們自己都知道 而且是都是相對很簡單 很天然的 所以其實是很安心 可以使用的 好 無水檸檬酸跟小蘇打粉 這樣就萬事OK了 對 五比二 小蘇打五 然後它二 這樣檸檬酸二 好 今天學到賺到 謝謝映吳老師 謝謝 過年大家都會外出走春或踏青 Felix這邊很推薦大家一個 無痕山林的概念 對 因為你知道大家 大家就講說我就很少在消費 很少在逛街 所以我基本上大部分時間 假日都在戶外 都在山上 所以就一定會接觸到 無痕山林這個概念 基本上還是非常愛地沙 還環保 就是在美國的80年代 就有一個無痕旅遊的概念 就是原文叫做 Live No Trace 就是你去了山林 你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好像你沒去過一樣 你不可以簽名道此義 對 那所以我自己以前在 前幾年在爬山的時候 都會順手把那些小垃圾剪下來 因為山上真的好多垃圾 大家如果去你就發現 地上到處都是糖果紙 各種瓶瓶罐罐 那我是都會順手把糖果紙給剪下來 但是這個在疫情之後 我就比較少去碰出垃圾 因為就是有點怕被感染之類的 但總之就是無痕山 有這七大準則 就是這七條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想提出其中幾條 比較大家常犯的錯誤 比方說第一個就是 事先要有充分的規劃和準備 他就有特別提到一個 就是食物的準備 因為你如果食物準備不當 你就很容易產生廚餘 你在山上就會出現廚餘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果皮這種東西 我就讓它回歸自然 順手一丟就好對不對 你就想說它會分解 殊不知山上很冷 山上的那個溫度 可能跟你家的冰箱差不多 如果你覺得 它不會分解 不會 它不會被分解 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的東西放在冰箱 都不會壞 你為什麼覺得 果皮丟在山上 它就會壞呢 不會 它一樣就在那裡 你可能覺得 它可能一個禮拜就不見 那它可能數個月 甚至上一年以上 它都在原處 就是保留那個原始的狀態 就是果皮就在那 它可能冰封了 對 或者是 如果你的果皮 當時是戴上山 是沒有清潔 它上面有殘留農藥的話 可能也會危及到野生動物 所以這是不太好的行為 其實衛生紙 也是一個很常見的垃圾 因為大家常常會想說 我就散到一個 沒有人的地方躲起來 尿尿就好了 所以衛生紙就順手就一扔 想說 因為衛生紙 大家不是說可以分解 可以丟在馬桶就衝掉 他們也會覺得說 衛生紙那就留在 讓它自然分解 結果殊不知不會 到處都是小白花 你們在山上 可能都看到很多 有小白要小混沌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 在上山 小白 我沒有講 你 插嘴巴 就建議大家上山之前 可以自備一個垃圾袋 或是小夾臉帶 不管你是在戶外 就是上完廁所之後 你就順手把你的衛生紙 或濕紙巾 或者是你的衛生棉 棉條之後 你就順手把它帶下山 盡量不要留任何的垃圾 在山上 另外還要提到一點 就是尿尿的位置的選擇 也滿重要 就盡量遠離水源 至少六十公尺 不然那個流流流 下游的人都在喝你的尿 對 然後尤其是那個尿液 它其實是有鹽分的 人類尿液是有鹽分 那在山上 鹽分取得比較不易 所以有時候 你對著樹葉尿尿 那個樹葉上就會有 鹹鹹的 那動物就會去舔 間接也會造成一些植物 就是會受損 所以如果你要維持 山林的原貌的話 你就是遠離水源 六十公尺的地方尿 或者是你就在泥土地 挖個坑 十五公分的坑去尿 然後把它掩埋起來 那衛生紙什麼都要帶走 所以這七點有做到的話 其實也是滿 愛護地球的一個 環保的行為 很實用 這個不要隨便方便 無痕山林 我們離開的時候 要像沒有來過一樣 對 是人家的家人 不是來做客的 好 我們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非常非常實用的分享 我們今年新希望 新期許 我們都成為環保小兼兵 愛自己 愛大家 更愛我們的地球 拜拜 今天還是要禁止 一個很薪的地方 我們坐吧 我們坐吧 我坐吧 我們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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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